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5783年的犹太新年就要到了 今天特别来分享吹阳脚号的十大奥秘 犹太新年是Rashjana 它也称为Yong Terua 吹脚节 这个Terua这个西伯来文的意思是Shout 从动词来看 它有欢乐呐喊 大声欢呼 战争警报的意思 在诗篇89章15节 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 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丽行走 自己的欢呼用的就是Terua 就是向你吹脚的是有福了 在诗篇27章6节 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 我要欢呼在他的账目里献祭 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这里讲的欢呼就是Terua 诗篇33章3节 应该向他唱新歌 谈得巧妙声音红亮 这里同样用的这个字Terua 意思是With shallow joy 说法是用公羊角制成的 它本身没有生命 直到我们向羊角吹气 它就活了 发出声音 发出得生的声音 唤醒人心的声音 警告的声音 羊角的西伯来文 有四个西伯来文字母组成 Sofar的第一个字母是Shin 也代表超自然的得胜 Valve代表连结 P代表嘴巴和说话 Rush代表最高手里 这也代表吹羊角 是连接玉神 向神发出呼喊 确保和印证超自然的供应 超自然的得胜 在另外一节 23章24到25节 神对摩西说 以小玉以色列人说 七月初一日 你们要守安息日 吹脚纪念 居行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要将火机献给耶和华 神实际上是在指示 神的百姓吹羊角号 并向他呼求 羊角的声音 让你在物质领域 经历属灵领域 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出埃及记》 19章16节中 第一次提到吹脚 到了第三天早晨 身上有雷轰 闪电 厚厚的云彩 脚身 盛打 银中的人都发散 阳脚号的声音 代表神的声音 犹太新年就是吹脚纪 最重要的是宣告神的主权 神是我们的王 宣告祂的同在 也表达我们选择和顺服神的主权 并且愿意接受神成为我们的王 就是尊荣创造我们的全能神 有三种阳脚号的声音 从Takia 一个长而平稳的声音开始到Severing 三个短的声音到Tarua 九声的短音 最后再回到Takia的长音 Takia的意思是 从代表开始一切都很顺利 然后随着后面三个短的声音和九声短音 也发出的声音代表 人们生活的旅程中的坎坷 艰难和挑战 然后只要我们保持专注 所以一切都会顺利 如长音一样的顺利 正如我们在犹太新年 为新年设立的目标 但事情可能变得比预期更具挑战性 这就是阳脚号的信息 就是坚持下去 这可能是一段坎坷的旅程 但如果你保持专注 你就会成功 吹阳脚号的十大奥秘 第一是 犹太新年是纪念神创造世界的日子 吹阳脚是宣告神创造的目的和主权 第二个是 吹阳脚开始了十天的悔改日 吹阳脚的声音 唤醒神百姓沉睡的心灵 他向警报器呼吁神的百姓 回转向神 第三个是 吹阳脚的声音 使人开始听到神的声音 神在心态上赐下坨拉时 吹响阳脚号 犹太新年的吹脚声 提醒神的百姓 重新回到坨拉神的交道 戒命和所立的约 第四个是 吹脚声呼应了先知们的呼求 阻止百姓改呼自心 回归神和神的建立 第五个是 吹脚声的呼喊 使以色列百姓想起 圣殿被毁时的哭声和泪水 吹脚声唤醒重修圣殿的愿望 第六个是 由公羊角制成的羊角 使百姓想起以色 和神为代替他献祭的公羊 通过吹脚号 再次坚定 犹如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 和以色愿意奉献的心智 第七个是 吹脚声响亮的声音 让神的百姓 谦卑在神的面前 充满敬畏之心 第八个是 当弥赛亚来时 将在审判日吹羊角 吹响犹太新年的号角 是提醒百姓 检视自己的行为 并思考如何提升自己 第九个是 吹脚的声音给予盼望 大号角的声音 象征在弥赛亚来临之时 将分身在全地各个角落的犹太人 招聚在一起 以赛亚二十七章十三节记载 但那日必大发脚声 他在亚树地将要灭亡的 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 他们就在耶路撒冷 圣上上敬拜 第十个是 羊角是让人想起 伴随着羊角号的声音 死者的复活 由于神是所有生命的源头 和所有存在的创造者 因此他对死亡有完全的主权 拉比解释 神并没有要求神的百姓 在犹太新年到圣殿期中 正如羽悦节 五旬节和猪鹏节一样 要到圣殿期中 在现在没有圣殿的时候 神的百姓确实可以上到神的殿 是因为羊角神 以独特的方式 将人的灵魂带到至神所 通过羊角神 将百姓带到神的面前 为百姓的灵魂赎罪 得到重神的生命 听到羊角号时 神的百姓宣告神是网 罪得神明 先被吸引进入属灵的子宫羊水 生命得以重神 同时挪去所有的障碍 得到心灵的决心和属灵的提示 进入神的同在 踏入新一年的旅程 愿神祝福你 在犹太新年进入更深层次与神的连结 带着活泼的盼望 透过属圣灵的引导 从希伯来原文来探索神的话语的奥秘 和得着新鲜的气势 明白神在犹太新年5783年的旨意 和在你生命中的新的方向和计划 愿神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甜蜜的新的一年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也欢迎订阅分享 Sherlone Sherry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全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